且说摇观察在小兰那里请客 相供堂子里头的菜本来是京城有名的 那些食仙来书 都是别处没有的 什么春不老炒冬笋 豌豆苗炒虾仁 都是在新鲜的时候藏在地窖里头的 到了这个时候还像仙的一般 大家吃了都几口赞叹 这一喜酒 差不多直吃到十二点钟方才散席 到了明天 秋谷要去窑子里头逛逛 便拉着窑观察一同去走了几家班子 虽然也有两家南班 却都是些扬州人 满口的扬州白 一个苏州人都没有 北班更不必说他 秋谷同住窑 观察走了半天 没有一个合议的 当真有这样的事情 我却很想要来试他一下 这个玩意儿却不知道你玩过没有 窑观察笑道 我也听见人说过这条事情 我自己却没有玩过 不知这里头是怎样的一回事情 大约没有去过的人 需要一个熟人介绍 方才可以成事 如若不然 他摸不着我们是各何等样人 恐怕万一闹出乱子来 所以没有去过的人 没有熟人同去是办不到的 若是你一定要去 我却不能奉陪 我们一般相识的人里头 只有郑兰生在这里头最熟 你就和他同去和如 秋谷听了大喜 立逼着摇观察一同到 郑士玉公馆里头去拜他 郑士玉恰好在家 出来相见 摇观察便把秋谷的来意说了一遍 郑士玉笑着一口应允 张秋谷见郑士玉一口答应 一刻也等不及的就要 逼着郑士玉立刻同去 郑士玉也无可无不可的 套起车来 同住张秋谷一同前去 摇观察要去见识见识 便也同住郑士玉等坐车同去 到了东郑民向左手的一家翻菜馆门首 罗车停了下来 三个人下车走进 看那门外的商标石 只见写住大大的奉愿春三个黑字 极大的一座三层高楼 甚是宽敞 三个人直到第三层楼上 捡了一个大房间坐下 那适者是认得郑士玉的 笑嘻嘻地送上茶来 口中说道 郑都老爷 今天是不是照顾小店的生意 郑士玉点一点头 对着他把三个指头伸了一身 适者便答应了一声事 回过身来就跑了出去 秋谷问郑士玉 这是什么暗号 郑士玉道 也算不得什么暗号 他来问我们是不是照顾他的生意 就是问我们要叫人不要叫人 若是要叫人的 只要向他点一点头 要叫几个 就伸几个指头 他见了心上自然明白 秋谷道 譬如我们一个人叫两个 可行不行 郑士玉道 一个人叫两个可不行 一个人只能叫一个 并且是无从挑选的 只好看 个人的运气 叫来的人也有好的 也有不好的 若是你的运气好些 或者叫得着一个好的 也不可知 秋谷道 譬如叫来的人 我们看不中意 便怎么样呢 郑士玉摇手道 你不要看得这般容易 你要知道 这般出来的宝贝 大半都是达官贵人的 机械出来找些野食吃的 并不是做生意的妓女 见了男子 先要他自己看中了这个男子 方才肯和他款洽 若是他看不中意 略做一座起身便走 休想留得住他 所以这个看得中 看不中的问题 男人是莫 有主权的 你看中了他 他看不中你 依旧还是枉然 你还当作和上海的妓女 一个样儿吗 秋谷呆了一呆道 照如此的说起来 我们这个钱花他做什么 那有出了银钱 在外面寻开心的大爷们 倒反要受他们鉴赏的道理 正是遇到 那十两银子是给翻菜馆里头的 你当是给那女人的吗 这般宝贝也是和我们一般的出来寻个开心 非但一个大钱不要 并且还要格外拿出钱来赏给这些菜馆的人 甚而至于有男子和他合适的 只要老住脸皮卑躬曲节的 拍他的马屁 一般也肯整千整万的银子拿出来到天男人 也不算什么事情 甚而至于靠住这条门路升官发财的 也不知多少 若是老老实实的说穿了 这个玩意儿就叫做女人倒瓢男子 不过好好的人 虽然做这个玩意儿的很多 却不肯拿他们的钱 比那做妓女的究竟有些分别就是了 秋谷听了 秋谷听了想了一回 忽然说道 不好 不好 万一个运气不好 撞住了各奇形怪状 丑到极处的人 我们看不忠他 他倒看中了我们 强要和我们如此如比起来 这 便怎么样呢 正是欲狂笑道 这是我也保不定的 若果然有这样的事情 逃又逃不脱 推又推不掉 最怕的你不肯应酬他 他却老羞成怒 翻起脸来 只说你调戏他 那可不是完的 也只得咬住牙齿应酬他一次的了 瑶官查听了他们两人的话 不由的也笑起来 一面对张秋谷道 据我看来 大凡这般宝贝 都是些放弹风流的人物 一定都有几分姿色 不过有个高下之分罢了 若果然是丑到极处的人 他自己也一定知道知难而退 那里再出来 做这样的事情 张秋谷笑道 你的话虽然不错 却也有那些不顾廉耻的男子情愿交结各母母 无言 只要想那女人的财物 如今世上这般的人也很多 说住 逝者已经送上来 大家听着 一面谈心 直吃到第四样菜 还没有什么人来 秋谷十分焦躁 正在这个时候 忽然间门帘一起 走进一个少年女子来 走进门内便立定了脚 抬起秋波四围飞了一转 眼波盈盈飞到秋谷身上 不决定了秋谷一眼 回转身来 一言不发 走到臂肩 着衣镜面前照 了一照 接着门外弓鞋琢碎的声音 又走进两个少年女子 三个人一色的都穿着闪光纱衫 缠翼纱裙 脚下都穿着夹纱衬金纸的平底弓鞋 头上都挽住石心苏州式的玲珑云记 一般的都是长条身材 靴尖细腰 华彩飞扬 风神流利 看着这三个女子的模样 好似嫡亲姊妹的一般 琴首峨眉 横波巧笑 只有那先进来的身材略略长些 月挂双眉 侠征两夜 觉得比后来的两个还要剩些 那两个女子走进门来 也和那先进来的一般 四围一看 也是一言不 发 这个时候 摇观察等三个人都立起身来 张秋谷便走到那先进来女子的身后 口中只说一声请坐 那女子听了 漠然不答 却在镜中微微一笑 秋谷也在镜中和她飞了一个眼封 那女子不由的回过头来看了秋谷一眼 秋谷趁势伸过手去 握着她的先手 口中说道 请那边坐吧 那女子听了也不开口 却软软的被秋谷拉着走了过来 静和秋谷并肩坐下 摇观察和郑士玉一个人掺了一个 香江坐下 秋谷亲自取过酒瓶 蒸了一杯薄荷酒霜 手送过去 那女子伸出手来 把一杯酒接了过去慢慢的吃了半杯 却仍把这个酒杯放在秋谷面前 也不开口 秋谷会议 举起酒杯来一饮而尽 把杯子对面照了一照 那女子似笑非笑的瞅住张秋谷 略略把阴唇动了一动 秋谷眉飞目舞 得意非常 握住那女子的手滴滴说道 今天我姓张的不料竟有这般的祈福 遇住这样的家人 也不知是那一世礼修得来的 那女子听了张秋谷这样的恭维她 免不得开言一笑 默默含情 却依旧还是一个不开口 摇观察和郑士玉也千方百计的想着 反而要想那两个女子开口说话 无奈这两个宝贝也是和那先来的一般 只是低头联手的作者 默默无言 秋谷见他们三个凭你怎样的引斗 总是一个无声无嗅 好像是个雅子的一般 便对着他们三个人说道 今天你们三位为什么总不肯开口讲话 难道是我们得罪了你们三位吗 那三个人听了 只当没有听见的一般 秋谷又道 你们三位这样的天仙化人 我们三个自然配不上和你们讲话 但是你们三位既然赏光 下降 莫奈何也只好委屈些儿的了 那两个女子听了 只抬起头来看了秋谷一眼 那先来的女子轻轻的推了秋谷一把 低声说道 有话等一回儿再说 这个时候兴急神吗 秋谷得了这几句话儿 心中大喜 一连答应了几声是是是是 一面说住 两个人的眼睛就如流星闪电的一般 大宽转的飞来飞去 那眼角眉梢之上 大家都含着无限的深情 一时间说不出来 正是 未有前霄之梦 明月怀中 未防昨夜之风 珍珠掌上 不知后事如何 请待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